《露安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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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要是说到露安瓜皮 可能小的时候 主要是针对这个爷爷的 《白瓷缸》里杯中的那一杯 特别浓、特别苦的茶的那一份记忆 那么在水茶之后 凭借对茶的这一份记忆呢 我才会想起来 原来爷爷喝的这个茶 是我们当地的陆庵瓜片茶 很多人会把我们这个陆庵啊 念成六庵 其实我们是陆庵瓜片 他这个茶在历史上 也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在清代的时候 就是朝廷供茶了 我们说陆庵瓜片啊 它是世界所有的绿茶当中 它是属于一种特种茶类 它无牙无梗 对就是以单片制成 陆庵瓜片呢 是产自于我们安徽的大别山一带 其中呢分为内山瓜片和外山瓜片 以这个蝙蝠洞的这个产区 为最正宗的一个产区 为什么说这个蝙蝠洞产区的品质为最好呢 就是第一个我们说高山云雾说好茶 那么在瓜片所有的产区当中 蝙蝠洞这个茶山的山头是最高的 是810米左右 然后种植环境是最天然的 最自然的一个山头 我们现在说市场上的这个茶呀 我们分为机制瓜片和手工瓜片 但是真正好的茶叶 因为这个鲜叶非常有限 农户都不舍得用机器去做 只有手工做出来的茶味道是最好的 机制瓜片呢是机器里条 机器刷青 机器干燥 它在市场上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款 这种制作工艺的茶叶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条形卷曲好看 贵准度高 颜色呢就又接近茶青的颜色 翠绿 然后我们这款蝙蝠洞的这款手工瓜片呢 这一款茶呢可能大家也见过 但是不多 我们说真正爱着喝茶的人啊 其实都是喝手工瓜片的 手工瓜片因为是纯手工炒制 能够控制它的火候 还有对它的一些制作工艺上的 一些老师傅的讲究 那么它的香气经过手工的一些揉面呀 然后手工的这种杀青里条 相对于来说 它的香气比较浓醇 滋味也比较醇厚 香高味浓 耐冲泡 大家还可以看一下这款手工茶的一个外形 外形就不用过多的解释 它是微卷区的 那么它的颜色呢是橙墨绿色 它最主要手工茶跟鸡纸茶 有一个不一样的特点是什么呢 手工茶在它的外表上 有一层清晰可见的白霜 这个白霜只有手工茶才有 为什么会有这个白霜呢 那么主要是因为它的独特的一个制作工艺 那么我们说瓜片啊 它在纱青里条以后 会附三道火 小火 毛火 和老火 在附完这三道火以后 它的白霜才会出现 这个白霜是茶叶中的一些有机物质 和一些水分 返现在茶叶干茶上面 它可以有效的 就是使这个茶叶 能够得到的更好的一个干燥的 一个保存方式 我们对瓜片的要求是有两大原则 第一个呢是它的鲜叶 鲜叶一定是核心产区的 不能有拼配 我们家的鲜叶呢 是核心产区变不动的 那么比如说山头不一样 别的山头的 或者说这个树种不一样 我们是坚决不会做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老传统的一个工艺 老师傅制作 它对这个瓜片的一个工艺理解 有着它独特的一些感受 所以只有它的一些制作出来的瓜片 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那么只有满足了这两点 才是我们真正要的露安瓜片的品质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影后啊 我们的舌苔上会留有一种 这种淡淡的兰花香 喝下去以后呢 整个口腔有一种反甜生津的感觉 有的时候会经常听到一些年长的朋友啊 或者说我们的茶客 经常会听到说 就是很难喝到这个露安瓜片 以前的那种味道 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 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 感同身受的一种体验吧 所以呢就促使我们特别想去把这个瓜片 核心产区的真正的老工艺 这种老味道给大家追寻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